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難道是三槍嗎? 帶你電法 還是三衝套嗎? 對 有可能是三衝 可是三衝在質量上比較偏向中等 這個小骷髏來過牌用的 TNT這裡 對 TNT這邊應該是三衝套 看起來是三衝套 目前TNT非常標準的 在前期你可能剛開季 你不知道用什麼牌組爬 拿出三衝套就沒有錯了 對 因為這邊黃佳麗直接橋頭下了 對 那看起來一個小 好像雙方的組件差不多 大概差一張骷髏而已 目前看起來 對 而在TEMPRA這裡的話 目前還沒有幻影刺客出來 沒有錯 衝刺套牌 又或者是毒礦消魔套也是有可能 對 是三衝沒錯 TNT這裡 對 三衝套 整垂出來了 在TEMPRA的話 電法 對 TEMPRA的核心還沒出來 目前都還是防守的組件 他不斷在守 不斷在守 完全沒有做任何進攻的武器 對 蠻有趣的 看一下除了亮出那張牌 到底是什麼牌了 對 最後兩張就是非常關鍵 目前其實都還看不出TEMPRA這邊套牌的走向 還在過牌 而且是城底的皇家幽靈 對 而且基本上已經過了好幾輪了 所以代表他手上那兩張是一直扣著的 是水分很高的牌 所以不能隨便下嗎 有可能是大皮卡想要互對 你出大皮卡 我這個城底的大皮卡 有可能 對 然後你的大皮卡會來我家 對 你的大皮卡會在我家跟我的大皮卡打 那我的大皮卡一定會進行這個勝利啊 但在橋頭打嗎 來看一下會不會過橋 會過 會過 沒有錯 對 那看起來最後一個有可能是幻影刺客 沒錯 或者是像是有的會加入礦工 哇 但TEMPRA這裡手不太住啊 對 1691 TEMPRA最後一張是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沒有幻影刺客 看起來他也不會帶攻神錘 感覺他最後一張是一個比較關鍵的 不管是皇家野豬或是礦工這種進攻單位 對 應該要是進攻單位 對 如果沒有進攻單位 他知道這套牌組 基本上不太能夠打了 對 會變成他只偏在防守的部分 不斷防守反擊喔 雖然說跟他目前打的戰術內容很像啊 是 非常好奇他最後一張是什麼 而且他的皇家幽靈都不是下橋頭的 其實都是下城底的 對 所以真的很神秘 因為皇家幽靈我知道是用來搶橋頭進攻 很好用的節奏單位 對 皇家幽靈他的移動速度還蠻高 加上他潛行的特性 所以變成說你要下支援去守他 會變蠻麻煩 一層底反而會讓對手去做有準備 哇這個守不住會撞到 欸不會 剛好守住了 對 差一點點 不過刺客有摸到 刺客撞到了 刺客撞到了 打了那麼久結果右邊直接打下來 哇 但他做一張手牌還沒有亮出來喔 沒有錯 恭喜是TNT成功的擊敗 所以他在TNT拿下Z2的 兩個靈活的運用啦 對 我個人的話也是用大拇指來放 對 不過我看職業選手放的時候 他們好像是用點的 對 就是他們不是用滑 是用點的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滑錯 對 所以每個人的玩法其實都不同 那你能玩到 你覺得最順 那就是最適合你的方法 這非常獨特 我最近有在注意 每個玩家玩這個遊戲的方式 對 就有點像是什麼FPS遊戲 手肘流啊 手腕流 什麼手臂流之類的 對 不同流派嘛 沒有錯 大拇指流還十指流 來看到是礦工出現了 TEMPRA戴上的 那對面的話 TNT是有三倍的亡靈 看起來不太像三衝 對 喔 難道還是嗎 再看一下 有可能是 黃家野豬套 有可能是 比較像是控制套 黃家野豬套 黃家野豬套 這邊放上了這個神劍射手來騙火球的部分 那黃家野豬就比較不怕火球 可以做一個 全部四豬同路的 黃豬 然後這邊也因為他下了這個 惡棍小隊 惡棍小隊也是怕火球的單位 黃豬 這個 神劍射手套也是在 各大賽區 別的賽區也是很夯的喔 沒有錯 那這邊 獵人防守豬的效益非常的不高 然後獵人他比較適合下在某一路 他這樣置中 因為獵人他的攻擊距離的關係 所以他的分散攻擊 其實在 放在置中 是非常難受 滾木來解一下對面的獵人 對 現在血量 Tempera落後一些 是 然後我們這邊也看到Tempera 有使用剛剛我們提到的 哥布林巨人 對 就是 在最近的一個版本改動 提升了6%的生命值 然後Kent Macy 讚譽有加的哥布林巨人 沒有錯 在進攻跟防守上 都非常好用 是這個遊戲 第一個 會攻擊的工程單位 會攻擊別人的工程單位 有兩個 毛哥會在上面攻擊的 對 這邊看到 豬進來 哇 但他的獵人現在在左邊 那右邊的話 只能用 骨盾擋 對 看起來擋不太住 看起來他這個組合是 對於這個 豬是沒有辦法去應對的 氣球 哇 最大的氣球 是礦球套 礦球套 對 礦球套 在基本上 在之前的套路 可能看到跟哥倫賓人 搭配比較多 那這邊選擇去搭配 哥布林巨人 算是比較少見的搭配 但是被墓碑拉走了 所以現在 節奏對Tempera 非常非常不利 對 而且看起來 兩個血量 兩個Zota血量都非常的低 這樣是非常難打回來的 在牌組上面 就有點刻到了 對 蠻好打 又被墓碑拉走了 我覺得在 最主要是在牌組的構成上 沒有特別的去 防範 皇家野豬 尤其是在皇家野豬沒有被BAN掉的情況下 真的 在下面在這麼留情皇家野豬的情況下 是用了一套 沒有辦法打皇家野豬的牌 可能他覺得對方不會帶 但對方不幸的剛好帶上 那真的 第一盤比賽 有TNT對上的是Louis 對 那這邊 非常期待他們今天拿出 新穎的套牌喔 我很期待Louis會帶什麼牌喔 因為剛剛 他看到BAN卡真的是笑得滿開心的 先過一張蝙蝠 代表他的牌組裡面 需要去騙小閃 過來 變拔 然後這邊火球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哥布林巨人套 因為哥布林巨人套 他裡面會放很多 你需要用小閃去做針對 而且火球也有帶嘛 對 但這邊是先下了一手 這個俄管小隊 俄管小隊 或者是 這個破炮礦或破炮珠之類的 其實這也是 看起來有點像破炮礦 對 看來是破炮礦 沒有錯 而且這邊兩倍的哥布林頭毛手也帶了 對 然後Louis這邊帶上的套牌 好像跟剛剛Templar那套有點神似啊 前面的組件看起來稍微有點神似 對 看起來是破炮礦無物 破炮出現 對 那他這邊是有帶一手 有盾 可以來克一下 對 但是在走路這邊比較難去做移對 對 被解掉了 他這裡破炮要鎖塔嗎 來看一下 有了補了一個哥倫兵人 還沒有鎖到塔 漂亮 非常不錯的帶動 哥倫兵人現在很完美 對 看起來他應該是一個 黃家野豬的防守套嗎 對 已經這樣一來一往 雖然Louis這邊 左塔有稍微被傷害一下 不過看起來血量是沒有太大的差距 然後水配上領先一點點 對 這邊電法下得稍微的不是那麼好 少解掉一隻 一隻頭毛手 對 骷髏召喚 骷髏召喚 骷髏召喚遇到破炮礦 毒藥 對 藥帶毒藥 對 可是骷髏召喚在對上破炮礦的情況下 在加倍段之前可能給的攻勢壓力沒有那麼大 對 可能他不斷防守 對 在Louis這裡 對 這邊卡了一個古盾 在土上 欸 這一個 這一個哥倫兵人 嚇得稍微的有一點偏左了 變成說他其他目標是可以解決的哥倫兵人 那你就沒有其他定運目標去帶動這一個後擊炮囉 破炮是被吃掉了 被吃掉了 但礦工有打一定的血量 對 水量快被拉開喔 看得出來在骷髏召喚這裡的話 會被對方的不論是惡棍小隊啊 或者是像是 蝙蝠啊 或者像是這個雜毛 就是這個哥布林大隊 來處理最毒藥一定要跟 對 對 然後這邊破炮是鎖在電法上面 電法這個攻擊重置他的效果 但是這樣看起來 血量每一波幾乎都守不住 每一波都會吃到傷害的情況下 但自己這邊攻勢又沒有辦法打下足夠的血量 相對來說是比較危險的 電法過來了 對 這波 喔 礦工過來 對 礦工過來 決定O-in了 他不選擇守了 骨盾下的慢了 這樣子 自己的塔血量已經要到斬殺線了 Overtime 會被斬殺喔 沒錯 而且因為要防守的情況下 沒有足夠水 就要 火球斬殺了 對 這場比賽TNT 成功的擊敗對方 哇 TNT 連勝啊 對 沒有錯 其實在 這邊看到 路易斯這邊 他的牌 破炮 然後破炮其實他下的位置如果稍微的差了一點點 其實幻影斯科也可以蠻好的去做處理的 對 他可以直接過河直接做一個衝刺 那這邊雙方都在等待對手 如果是破炮礦的話可能這邊會大一點節奏 不管是過個滾木或是丟齒毛哥布林 所以看起來雙方都有可能是墓園套 或是像是巨人這種反推套 對 比較重的牌組或者是反推型的 欸 這邊 原來是重型牌 對 狗球 那這邊下了一個 喔 三衝套 對 看起來是三衝套 在前面支援較大的情況下 不敢直接下去 控制型的牌套組 對 今天三衝套很夯喔 對 別人可以這邊直接賣掉 又落血量 直接打左路一波搶盃 就是氣球也下了喔 對 那這邊三衝套基本上是有 這個攻神錘 可以去拉動這個中甲王林 沒有錯 哇 但是錘子馬上被吃掉了 對 不過錘子吃掉 又可以組織一波進攻喔 搭配皇家幽靈 打一個地面的進攻 單氣球已經摸兩下公主塔啦 左塔快爆了 哇 最後一下沒有摸到 非常可惜 不過這個爆炸傷害 還是打進了斬殺線喔 反而他最後一下不該打 反而是比較好的 對 可以讓他等一下打下右塔 再去做斬殺左塔動作 目前看起來雙方交火的情況下 血量大概差了700左右 對喔 平安貝奇兩座塔的平均血量 是比對方來的再稍微少一點點喔 沒有錯 對 而且1000 其實1000血量其實是很好去做出的 左路 對 這邊用古盾去做一波防守 對 但是兩隻古盾其實也不能對防禦塔 做成太大的傷害 所以其實這算是一個交換 古盾也被守住了 對 攻神錘 欸 這攻神錘又不守了 對 這邊直接賣 直接打一波右路的all in 因為平安貝奇也知道 在上一波他的all in 可以打到最左剩300 哪有把握 對 他這一波也來all in 那我也把你打到剩300 你就雙塔都300 我直接賣一塔 左塔掉了 三角小心喔 左塔要記得他306要斬殺才行啊 沒錯 不過以這波交火看起來 其實Spirity這邊血量只是982喔 自己的塔血量也是偏低的 氣球有跟上 那另外一邊的話 則是有 風神錘以及是皇家幽靈 對 然後剛剛中甲王靈希 鎖在風神錘上面 直接被王靈吃掉 氣球直接摸掉了右路的塔 而在平安貝奇的右塔 232的血量 232有毒藥喔 要小心喔 對 毒藥是可以結束的 對 但是左邊的部分好像攻不下來喔 氣球的快攻 又他爆了 只要一秒鐘會破媽咪喔 哇 非常可惜啊 非常懊悔 就差一秒 好強啊 真的就差一秒啊 那穿三呢 對 那看他這邊會不會再拿出其他不一樣的套牌 讓大家為之一亮 小冰豆 這邊過了一個冰豆 可能是速轉 速轉系列的套牌 看是飛桶或是速轉珠 滾木膠 對 而且還沒有露出來 那D&T的話是選擇用礦工 好 速轉珠 有點像2.6分速轉珠 對 這邊看到一點味道了 我就打在 這邊的這個火牆手身上 對 看這邊會不會直接 直接打左路 不打在進攻右路 喔 他有一手王子 會不會是胖子套 那野豬只敲了幾下而已 對 或者是胖礦王子 也是有可能的 看 這裡的話是有一點機會的 對 那王子體質非常好喔 這邊要連續交兩個小單位來防守 哇 果然是胖礦 對 胖礦頂個王子喔 這也是非常常見的套路 最近 我個人覺得就是速轉珠 這套牌會越來越流行 也是因為王子很強 那 剛好他有這個小骷髏 又有這個兩倍的 格倫兵人 對 可以去吃王子 是的 但優塔的這個重進攻好痛喔 對 雖然這樣看起來 在 TNT這邊顯得優勢 但是 Tambera這邊多了一個 火箱手可以去做一個防守反推 如果剛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中甲 TNT的中甲王林 派太多下又入攻擊他 是的 這邊小骷髏直接包住 我就選擇用格倫兵人 不過我覺得其實面對 面對王子這種防守單位 其實格倫兵人可能要貼在野豬前面去做進攻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就會吃王子加巨人的一波 對 這野豬敲兩下算不錯 對 可是這樣子相對來說 他後面會很難打喔 因為你四費交去做進攻了 王子還可以防守反推 沒錯 那這邊礦工直接做一個右路的進攻 我想要先清一下左邊的進攻單位 對 然後那剛才的冰豆很可惜 沒有冰到直接被王子解決掉了 這邊可能要犯一費的死 骷髏 對 這波防守非常不錯 能不能打得非常好 在這邊可能碰一下塔差不多 對 下 還行喔 兩邊的塔其實都是100滴 對 血量其實差不多的 很難說 放進來 這邊其實不用守了 我覺得 就放 要斬殺喔 我覺得這邊其實放掉 直接用這樣的水量去打進攻右路會比較好 但TNT你這樣的打法是要 O-In到三星嗎 因為他選擇兩個大 對兩個重欸 兩個重 我以為會選擇左路 然後火球就直接斬殺了 結果他選擇讓 成立的是在右路喔 對 這樣子的打法比較算是針對你的小行程 我覺得你守不住喔 對 雙巨人進來 對雙巨人進來 對雙巨人進來 對這邊加裝炮 有拉到一下巨人 可是巨人血量還很多 對這邊火槍直接被王子跟重角王靈直接秒掉 哇太傷啦 TEMPORA的火槍下去直接被王子吃掉 超傷 等於是四倍裸中 對目前看起來這邊TNT水量是領先的喔 對這邊下一個加裝炮下在一個 稍微比較尷尬的位置喔 因為有可能要防對手的巨人切中路 礦工 這礦工抓到了火槍 但火槍活著 有滾木解決掉了 哇 最後面的垂死掙扎 因為他沒水費了 對 水費是落後的 剛剛就有提到水費是落後的 對 在壓橋頭 應該說是本陣的一個巨人 對死命的丟 小單位死命的丟 手不太住 我知道你沒費了 我就把單位全部都下在你的基地裡面 你這場應該是守不住了 對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個高費體質燒好的怪 他其實在加倍段的情況下 給你的檔卡壓力 是比你那種小生物組織起來還要搶的 哇 斬殺了火球 對 尤其是在TEMPRA前期 他節奏沒有轉動太多水費 恭喜TNT成功擔任OJNTUS的四川網 對 拿下了最後的勝利 也是宣布著在三川的話 三場都是直接解決對方 現在OJNTUS對上DATONATION的比賽 快點 謝謝 你